结婚16年 三个孩子都非亲生 能让老婆净身出户吗 这亲不亲生 有这么重要吗 一家人开开心心 不悔啥都强了 如果是你能见诺 这真的真是 前面有了江西少女的老陈 发现妻子不太对这 隔三差五就出去 来个几天 说是和别人搞工程赚大钱 也不知道搞了什么工程 于是就犧牲疑虑 在老婆手机上 装了一个月软件 今天两月份的老婆又要去搞工程 老陈就好奇 这工程是在哪里搞的呢 于是一查定位 这老婆竟在渠州的一家宾馆里 难道这宾馆里有工程吗 不行 我得去看看 结果一须不要紧 这么好看老婆和一个奶奶一块回放 搞工程 我推 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揍了 各位知道 这老婆干嘛 老大和老二奉归是我的吧 于是也顺便做了个亲子鉴定 这一做不要紧 结果三个都不是自己的 老陈当场崩溃 这是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啊 难道老实人就活该被戴吗 这家法院到底该怎么维权呢 这个呢我们给他支一个招 首先是可以和老婆离婚 三个女儿都不是自己的 出轨是铁定的 可以和多分夫妻共同贷产 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 这个具体说呢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参照之前四川法中大出现了一个案例 一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赔了三万块 这有三个 可以算一下 其次对于这三个孩子 老陈既飞生辅 也不是继父 没有负养义务 可以和老婆的配款全部的分费 那有人可能又问了 这不如就把他送进牢里 拆防针机吗 这个说实话不能 除非可以证明老婆长期以夫妻的名义 与第三者进行同居 这个是构成重婚罪的 单纯出轨生私生死 这个是不构成的 关于老陈既的处境 各位有什么建议 我的新书 心中有法 凡事不慌 目前已在预售 分析了63个活灵活现的真实小爱丽 让你用轻故事的方式 就把法律进去 人手一本 预事不慌 改进 各位看官老爷书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但创作实属意 逗逗您的小手 给我点赞呗 祝您的一切都好 女子生三胞胎 竟然三个爹 这也太离谱了 这是个真事 之前苏州一个女子阿丽 怀孕了 剩下一个三胞胎 这可不他老公给高兴坏了 但是 抱起孩子一看 竟然发现三胞胎 彼此长得不太一样 这父亲就纳闷了 这不应该啊 就算是楼凤胎 他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吧 于是就去做亲子鉴定 这一做不要停 竟然发现三胞胎中只有一个是自己的 而且更离谱的是 老大和老三 可也不是同意在爹 不容易 可以起诉老婆要求离婚 并且赔偿精神损失 这今天刺激可以太大了 而且这三胸里长大臭 这该咋和他解释呢 麻离谱 你们怎么看的 各位看官老爷说人呗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在创作实属不利 逗逗您的小手 给我点赞呗 祝您的一切都好 如何防范洗房三不取 火 最近 洗房这两个字 非常的火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监控的方式 把你的房子 洗成我的 很多人一听这 可能说了 那我傻把我的房子变成你的 怎么 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确实也合理 写吧 这一写 不要紧 几百万可就没了 这在法律上呢 是视为赠予了房产的一半 第三步 大家都知道了 离婚 女方呢 爱着国家一辈子的积蓄的一半 扬长而去 这就是西方 还能不能就问了 不属于诈骗吗 这个就很难认定了 我今天也确实是和你结婚了 夫妻那件事 该干的你都给你干了 而且也是你自愿写明的 整个流程合法合规 那如何防范这种风险呢 这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房产证账 你别给他写明了 把婚前个人房产卖了 再买一套写自己的名 还是婚前个人财产 那有人可能又说 这摸不开面了 那我就教你一招 老婆你是得哄的 真不是我不想给你写明 主要是这房子的钱 它不是我赚的 要是我的我全部给你 我把我的心不挫出来给你 那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 他们不愿意 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再跪着说 那就更好了 然后该干嘛干嘛 所以奉劝各位 对于重大分量的主要证 一定要想清楚 我的新书 心中有法 凡事不慌 目前已经在预售 分析了63个活灵活现的 真实小案例 让你用清故事的方式 就把法律给学 人手一本 欲识不慌 各位看官老爷书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在创作实属不利 逗逗您的小手 给我点赞呗 祝您的一切都好 犯罪的不是我 是我体内的另一个灵魂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 在我的书中 吹个牛 竟然也会被拘留 教师们事件 到底谁应该担责呢 填口及时 说给我一万 钱案竟然不给了 如何为全 我的新书 心中有法 凡事不慌上市 里面挠过了 包括这些案例 不管你是法律小白 法律发烧友 还是法学生 都适合这样一本 轻松愉悦 有收获感的书 你体验过 像听故事一样 学法律吗 那些看似荒诞 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会碰到 也许这次没有 那下一次呢 下下次呢 我们书中呢 囊括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容易遇到的 一些法律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正当防卫 被恶意造谣 该如何为全 住酒店 半夜进来个裸男 这酒店到底该不该赔 等等 这本书还随书附送了 法商测试卡 敢不敢 我们一起测试一下 我在书中等你 各位看官老爷书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在创作实属不易 都懂您的小手 给我鼓赞呗 祝您一切都好 嫖娼之后 主动去自首举报 还会被处罚通告吗 我就知道 你们想问上 前面有的很多明星 因为嫖娼 塌房了 塌房就塌房了 关键是呢 这事在娱乐场里 可能还不在少数 每次都能牵连出一大批 什么以性的 无性的 王性之类的 我就不猜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虽然嫖娼在法律上 也不是什么 人权公分的大罪 它只是一个违法行为 顶多地留15天 罚款5000块 但是 对于明星来说 这在事业上 是致命的 尤其是 警方的 意志通告之后 基本宣告 演绎生涯结束了 那很多粉丝就担心 我家 都可可 千万不要擦包 加油 但如果真的就是嫖了 非常的后悔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还有有补救 不踏房的机会呢 这机会还是有的 只要不受到行政组罚 就不会有警方通告 不会有 警方通告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不会踏房了 那怎么能 受到行政组罚呢 就这样 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